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 特别邀请到异品创意事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李品琪 琪琪来接受我们的人物专访 欢迎 哈喽 多瑞士你好 你好 那前面我想先请琪琪来跟我们分享说 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 让你会创立这个公司的品牌呢 当初因为就觉得整个婚礼的市场上啊 没有一个一站式的购物平台 是 那所以就觉得说自己很想要把心目中的这个蓝图 去把它绘制出来这样子 所以当初是因为是因为身边的亲朋好友有这样子 想要结婚的一个需求 大家在这个方面比较难去找到搜寻到品牌的部分 是的 刚好就是不管是亲戚啊或是朋友 然后跟他们一些参与筹备婚礼的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就觉得各种不方便 然后就很想把这个各种不方便把它变成各种方便 对 所以才会结合成 结合成一站式的一个平台 是是是 所以您是从这个电商平台去做起家的吗 对我们一开始从社群开始 那社群最早的社群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抖音 也还没有所谓的Instagram 那就是最一开始我们就是从Facebook开始 对 那Facebook开始大概走了一两年之后 我们就决定说把这个品牌试着让它长大 所以我们就开始驻足了这个电商 好看 电商发展这样子 然后再到中后期的时候 我们才发展到线下的门市 嗯嗯嗯 了解 那我也想了解就是说 我们其实这个品牌啊 在创立到现在也迈向要第十年的一个期间了 今年刚好十年 是 那我想在这个十年的过程当中啊 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印象深刻还是比较困难挫折的事呢 嗯 那以婚礼产业来讲 那大家最难忘的一定就是这三年的COVID-19 嗯 对那这三年的疫情其实重创整个婚礼的各个环节 因为大家都知道婚礼是一个产业型 它是一条龙的 是 从场地开始到最后的末端 可能洗铁洗饼 嗯 然后礼物这些全部都是一条路的 完全是整个Shot down的部分 对那在面对疫情的时候 大家在疫情期间最常听到的就是一个 混动式调整 哦 对那也其实也相简单 就是视性化跟弹性化 嗯 对那我们公司在这三年来讲的话 就是跟着这个疫情 然后还有跟着一些政府政策 是 那我们去试图找出一些突破点 嗯 因为 嗯 讲简单公司还是要存活下去 当然当然 员工还是要吃饭 是 对那我们试着就是把一些 嗯 基本盘固好 所谓的基本盘就是 嗯 我们要能负责出员工的薪水 那要怎么样整合自己手边的资源 想一下自己手边的资源有什么 你还是有一个平台 嗯 你还是有个出货的管道 台湾还不至于到封城嘛 虽然说有几次都好像很严重很严重 对 然后对但是其实 呃那当然是感谢我们台湾的整个的医疗团队 对跟一个政府政策的关系 让台湾都不至于有到所谓的封城 是 对那所以在你整合自己的整个公司的资源 那我们的设计 我们的摄影 我们的出货人员 我们的包装人员 那这些人我们可以做什么 那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就做了一些防疫小物 哦 比如说我们可能跟一些台湾合格工厂去做一些口罩套 哦 然后我们做 对那我们在虾皮贩售 我们也在官网贩售 嗯 对然后或者是结婚 婚礼不能办了 那可能还是需要去公诊 那我们可能转换成做结婚书约 嗯嗯 对那都是用宅配 或是用超商取货的方式 是 嗯了解 对就是去转换产品面向 是 但是还是不放弃的用社群平台去跟客户做一个沟通 因为你不可能在一个shut down的状态之下 你就完全放弃 还是想办法要发文 是 想办法要跟客人聊天 对想办法跟客人做连结的这个部分 对对对对对 就是在这个 疫情也 长达这个要三年的时间吗 对 也是一个很艰巨的一个挑战 但是我们来调整我们自己的一个思维 我们把产品基本盘固好 对 但是去做这个滚动式的调整 对对 嗯了解 那我想请七级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我们这个品牌 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核心价值理念 要提供给我们的客户呢 嗯 我们的核心价值其实很简单 我也很常跟我们所有的伙伴来讲 就是婚礼是一个幸福产业 是 它是一个温暖产业 这件事情它是无庸置疑的 所以从不管你接电话 嗯 或者是或者是你的文字的回复 对 我们都尽量让客户感受到一个舒服的感觉 嗯 那所以我们想要传达的就是一种温暖 嗯 一种信任感 是 一种信赖感 嗯 然后 然后 这些基本朋友了之后 我们再去讲我们的专业 是 我们再去讲我们的售后服务 嗯 所以这些环节都是 嗯 我在带领我们团队的时候 其实我还蛮坚持的一个部分 嗯 对 温暖的信任感 是这个品牌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理念 是 就是七夕有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 我们带领我们的员工 用我们的温暖 然后去博得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个信任 嗯 然后我们把客户 呃售后服务去把它做到最完整性 嗯 那我想请七夕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我们目前这个品牌 有提供怎么样的一个商品服务跟特色呢 嗯 我们的商品的面向很广 主要来说 当然我们 以服务来讲的话 绝大部分的TA 绝对是我们的婚礼的手众 哦 对 那但是我们也有很多一些固定的企业户 呃服务会 或者是一些公司行号团体 或者是一些呃个人自营的小店家 他们可能是一些呃餐厅 或者是一些服饰业者等等 他们因为有活动需求 有礼物需求 嗯 或者是有大型的尾牙需求的时候 那他们可以找到我们 然后我们去可以帮他去做一些定制化的产品 嗯 对那所以以 礼物是我们服务的一个大方向 是 对 但我们的客户来源可能也蛮多的 嗯 对对对 所以就是有结合不一样 我们主轴是在这个婚礼的桌边小屋 是 但是在这个企业团体 还有社团的一个部分 对 对 都还是可以做他们一些伟量客制化的提供这个商品的周边商品 嗯嗯嗯嗯 对对对 那我想了解就是说目前是在这个线上平台 还有是哪边的实体店铺可以去找到你们呢 嗯我们目前是有一个品牌自己的官网 是 对是最完整的 那当然现在大家 嗯 最 对 有时候能向的两个购物平台 礼物平台就是pinkoy ok pinkoy还有虾皮也是 所以pinkoy虾皮跟我们自有的官网 目前有这三个渠道 嗯 可以购买到我们家的产品 那除了线上的这三个网站以外 我们目前 嗯 仅有一个门市 这个门市在我们高雄农石六 这边 对 那我们营业时间礼拜一到礼拜六 都可以自行的前往参观 不用预约 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这样子 嗯嗯嗯嗯 就是我们所有的售中 可以在这三个官网上的平台 还有在我们高雄南部这个地方 可以去做实体店铺的一个 看这个款式的一个部分 嗯嗯嗯嗯 了解 那我想请接下来跟我们分享说 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啊 一定有来自不少的一个 顾客的一个建议跟反馈吧 嗯嗯 顾客的建议跟反馈一定都是 就是我们让我们自己可以不停的去调整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顾客的建议跟反馈可能会来自很多面向 嗯 他的建议可能会来自于产品本身的面向 或者是我们的服务的面向 或者是呃其他等等的 所以其实在我们自己在这个公司设定 每一个产品上线的时候 我们其实很很着重就是必须要六个 六个很大的重点 我们自己觉得你产品一个质量 一个功能 一个包装 嗯 然后你要贩售的渠道 还有我们一个产品的功能 呃功能刚刚讲过不好意思 哦我们的渠道 还有我们的价格 是 对那以这六个面向来讲的话 其实对一个产品的设定来说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因为质量是一个基础的本身 今天大家会要跟你买东西 就是他要必须要有他的价值性 是 对所以你东西必须要有一定的质量 嗯 对那他的功能是什么 以我们的婚礼小物来讲 跟婚礼所有相关的周边 我们都冲成为婚礼小物 是 那你开发这个产品或者你代理这个产品 或者是你跟厂商合作这个产品 他产生的功能是什么 嗯 他是在伴郎里的桥段 伴娘里的桥段 还是你希望他是在二进的时候 还是送客的时候 是 那他的功能很重要 对那他的包装更为重要 因为婚礼是一个很外贤情的场合 他不是我们一对一私下的 嗯 对所以他的包装也很重要 是 那接下来这三个已经确立好之后 后面三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广告行销的部分 嗯嗯 那渠道我们刚刚讲的线上也有 线下也有 对那线上我们还有分官网 还有蝦皮还有Pinkoi 三个不同的平台 他会有不同的贩售方式 是 那根据不同的平台他们去做的活动 还要去做不同的行销 对所以这个渠道也很重要 那再来就是价格的定位 嗯 还有他的广告 嗯 那以广告来讲 嗯 我们绝大部分不管是Google广告 是 或者是Facebook广告 这些绝对都还是所谓 台湾电商广告的大众 嗯 所以在我们公司来讲 我们自己在广告的部分 也都是 嗯 会 嗯 有一定的预算比例 是 我们去做这个跟消费者的沟通 因为你一个很好的东西 我们刚刚讲了 你的功能 你的价格 你的定位 各方面都定位上了 但是没有人认识他 是 就很可惜 所以你在现在很竞争的状况之下 嗯 你还是只能透过广告 然后让大家先初步的认识你 认识我们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现在划广告 你要划6到8次 你才会记得他 你要划超过15次 这是一个统计 嗯 才有可能加到购物车 嗯 所以现在大家会觉得说 到处都是看到广告 我今天只是想买一个牛仔裤 我在Google打一个浅色牛仔裤 然后从此 接下来三天 我怎么划 都是浅色牛仔裤 都是浅色牛仔裤 对 但是当你需要他的时候 也只有他能替你达到这个集中受众的目的 嗯 了解 有刚刚七七有跟我们分享就是说 呃公司的一个产品 我们提供我们的一个质量功能包装啊 还有我们的渠道价格 最后都有广告 对 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六大的一个品质的保证 去跟我们跟客户的一个连结 对 进而有得到我们客户的这些不同一个反馈 对 嗯 了解 那我这边也想请七七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 我们品牌啊 在这个未来有没有怎么样一个短中长期的计划呢 嗯 那其实以品牌来讲 我们从线上做到线下 那嗯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打断了很多本来的步调跟节奏 嗯 那接下来当然是很希望说 可以延续之前的规划跟想法 那我们把一个实体店面的这个部分延伸到台北 然后包含延伸到台中 这个都是我们一个很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对 你可以说它是中期也可以说它是长期 因为这个我们要跟着这个市场的变化 嗯 去做调整 但是也是期望可以在这个北中南都有我们的据点 那持续在我们的线上也在持续做这个曝光行销的部分 是是是是 了解 那我想请七七跟我们分享就是说 您觉得不管在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或者是你在创立这个品牌 您觉得这个品牌有什么最重要的一个经营的一个观点 跟经营的要素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呢 嗯 这个品牌对外来讲一个很重要的经营观点 就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很很温暖的 嗯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稍微跟Doris分享 是 我们必须它是一个很温暖的 然后极具信任感的 嗯 对 那 那 再来背后我对我们自己来讲就是它必须要是一个很完善的跟一个很专业的 嗯 那我们整个所有的 嗯 嗯 网站上面 它要怎么去挑选 是 那它要怎么很确定说这个东西就是它想象的 想要的 那我们一个 一个商品我们给它五张照片 嗯 这五张照片都很重要 是 对 对 不是只有拍的好看 它可能必须拍出它的比例感 嗯 它可能必须拍出它的材质感 是 那它必须拍出它的细节之处 嗯 对 所以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设计美编 它在上我们的社群平台 不管现在很流行的story线动或者是我们的法文来讲 嗯 那它必须要一个很直觉性的传达 嗯 因为大家现在 现在大家 嗯 社群的时间 已经 占据我们的生活当中 对 社群的时间有限 是 它因为大家都很想要在它有限的社群时间 然后 获取到最多它想要获得的讯息 对 大家的手都划得越来越快 是 所以当你手划得越来越快 你必须要很很很吸睛的很快的 去传达出 我这张照片要给你看什么 带给你怎么样的感受 对 或是我想要传达什么 是 那如果它可以很瞬间传达到你想要传达的东西 那基本上这张照片就是我们 比较属于成功的法文 是 就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效益 对 那最后我也想请GG来跟我们分享 如果说现在有一个年轻人啊 他也想踏入我们这样子一个产业 你有什么一个小建议可以提供给他呢 是 嗯 因为我自己 我自己在创业的这条路上 当然也都是 每个人都是边走边学习 是 对对对 那 那我个人觉得说不管是婚礼产业 或者是其他产业来讲 是 针对创业这件事情来说就是 我觉得一个人要建立一个创业的团队 是 呃你要有自己的中心思想 嗯 然后你要很坚定很坚定的相信你可以执行 嗯 然后很坚定的相信你可以去完成 是 那我们很多很多经营经营的经营的书 或是经营的一些很多前辈可能都会跟我们分享 所以很带领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是一个选择 是 带着大家做选择 是 带着大家做决定 嗯 为什么这个选择跟决定它背后代表着你要带着你的团队去拥有什么 嗯 然后你可能会带着你的团队失去什么 是 对 那拥有跟失去都是你必须带着大家去做 对 那你必须要很坚定 那很坚定的背后就是你要不怕失败 是 对 因为 即便失败很多次 你如果觉得这条路是你身世熟虑之后是对的 你还是得继续往这条路去走 嗯 因为 我们如果只需要成功 那成功是一次就够了 是 了解 就是 鼓励我们的年轻人 其实就是要不怕失败 对 让我们坚持的往这条路下去走 对 嗯了解 那今天真的是很开心 邀请到我们这个创意事业有限公司的这个 李皮琴七七来接受我们的人物专访 谢谢 谢谢她带给我们 她用她的一个温暖 然后信任 然后用她的一个品牌思维去获取我们顾客的一个信任感 对 再次的谢谢她 谢谢 谢谢 谢谢